窗口阳台,直冲阳台时,用仓帘,不开窗,小开窗,来减缓财气的漏气,财位的漏气 塞住空调口,改位置,封闭不用,尤得 这种方法就是,这些叫漏气的表现,我们要将它不漏气,就可以全部改了这些位置就可以 或者减少气体的流动就可以,这些对策基本上都是减少气体的流动,你向这方面去想就是了 老师那句,牵挂有上述情况,这个是什么情况? 牵挂有上述情况,开小蜇,牵挂要水的嘛 那又是财位,不可能封了它,封了它就变成沙,更加不好 就可以开了,开小蜇,开小蜇,开小蜇 开小蜇的嘛 开小蜇的嘛 哇,很安静啊,你有没有发觉其他同学都不出声的? 那些麦克风的声都没有了,你有没有发觉? 有没有发觉突然间安静了? 特别在学习啊 是专心学习啊 专心学习啊 不习惯了 OK 好 在财位上 刚才说漏财 财位漏财就怎样绑? 现在呢 搞好之后呢,或者财位不漏财应该怎样? 在财位上 让盲放梳化、风扇、空调,让财位冻起床 如果你知道财位在那里,但不用它,也不能吹财 你不要以为我放个玩具在那里,就会吹财 财位一定要用起床 经常有人在财位里动,有空气流通才行 一般该方法在流年不利也没有后违症 因为梳化、风扇、空调是日常用的 哪怕这个方法是五黄、仪黑都没有事 但是一般放在那里,三个月后才能见到效果 这是我统计过的 所有的风水吹财法不是含不含不含就见效 都要过些时间 法术的吹财法是含不含就见口 但是法术的吹财法持久性很短 风水的吹财法可以一辈子都有效果 放大叶的盆栽 大叶盆栽是什么呢? 即是说那些植物 那些树叶比较阔的 比如发财树、绿螺 这些大叶的植物 小叶的植物就没用了 小叶的就没用了 高度要高过空口,但不可高过头 高过头又有压迫感,容易有头痛 家里的植物,室内的植物 如果高过人的头,这家屋肯定会有头痛 低于深口力量又小 低于深口力量又小 一般这个就快了,三个月内就有效了 用鱼缸加单数的鱼加马达常开 假鱼又得,鱼缸半个月就有效了 甚至一周就有效了 用金鱼缸来吹 用金鱼缸来吹 金鱼缸来吹 鱼缸不能高过心脏位置 高过心脏位置的话 心脏、血液就会出问题了 鱼缸不能躺开 要有盖子的 只是留条纳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你的鱼缸摆在这里 如果用鱼缸来吹彩 千万不要搞到水花四箭就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有盖子盖住 一定要有盖子盖住 请记住 为什么用鱼缸吹彩会好呢 因为风水上面有天上的气 有地下的气 这两道气要交汇 这两道气要交汇 才会产生财气 才会产生财气 但是怎么使它两道气交汇呢 这两道气在自然当中 它不会自己交汇的 请记住 是有水作为中介 煤介才可以交汇 正所谓 气除水走 水止气止 气除水走 水止气止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天上的气 和地下的气 其实在生活当中是这样走的 天上的气 它直接在天上就下来 天上就下来 地的气 在地面 地面 墙壁 这些地方才有 就是因为地面的气 是黏着墙壁 和地下的 它和天上的气 是没有办法交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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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通过在财位 这里摆一个金玉缸 因为金玉缸 是会有水蒸气出来的 水蒸气一出来 就带动了地气 和天气一起交汇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 吹彩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要用金玉缸 我把这里讲得很清楚 不一定是金玉缸 只要是有水的也可以 用水桶里面有水的也可以 但是水一定要泵水 这里写的 马达常开 一定要泵水 你不泵水有没有效果 效果也有 有很少的 因为你泵水 加速空气的流动 我们学过物理的了 通过泵水 加速空气的流动 和水的流动 水蒸气的蒸发 这个蒸发功能 就会更加强大更加快 所以马达要常开就是这样的意思 马达要常开就是这样的意思 鸿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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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变、东南变、西南变、北变可以供奉神像 达到吹彩的效果 南变、西变、西北变、东北变只可以奉甘如江进行吹彩 神像要吹彩一定要经常供奉 因为通过烧香拜神 香火一点点也是一样的 它会将这个地气引上来和这个天气一交接 天上的气和地下的气一交接一交换就会产生财气 所有财气都是这样产生的 是由天地之气交换而产生的 其实所谓的财位说真的不单单是吹彩有作用 你在那里读书一样聪明的 在那里经常化妆睡觉一样美女身体好的 好 说到这里有没有要问 鱼缸你不是说要有盖吗 今天阻倒天地之气交换吗 是有盖吗 我说鱼缸不能闯开有盖吗 这里有写的 但是呢 可留条纳 如果不是越打开就越好 当然不好了 水花四箭又会破财的 水花四箭又会破财 你见到在别人家里见到金鱼缸没有盖盖的 水花四箭又会破财 你见到金鱼缸没有盖盖的 水花四箭又会破财 会几少出来的 基本上要判断它 钱又找到了 但是破财都经常用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吗 好 老师想问 是不是那些风水轮 那些 不建议用 有个波 水转来转去 那些水会几出来的 我又不建议用 有些人说要放那些水 水倒下来又有九层八层 那些都没问题 几多层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保证那些水不会擠出来 一定会擠出来 擠出来 财油又吹到了 开销都够大的 就是说收入也有 但是成本也很贵 比如说开公司 你这样搞的话 收入也很多 成本也很高 到了年底一算数 赚了几百万 人家赚几百万 好不好 好 我见有些是一粒柱 这样的 它就在那里不停封 但是中间那些是假雨 我公司也是 我深圳也是这样的 即这些都可以 我深圳放在 这两个山中间 将这个金鱼缸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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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多麻烦 对不对 对 是啊 它是密封的 它在那里 不停走不出来 是啊 不密封的 你认真看吧 密封就没用了 要撞开一个小小洞 它散一些水蒸气 对不对 是啊 那如果有些人 是在墙里做流水呢 都可以 但是都保证那些水 不要擠出来 很难的 有 有办法的 第一个 你的水流没有那么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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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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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是,有些酒店门口做这些流水流入大门口 有啦,但你要看别人的水是这样流的 下面还有一个槽接着 你要看别人的水是否有的水 如果有的话,流财就很严重 酒店流财代表什么意思呢?成本太高,支出太多 收入是多,支出又多 计算一条数字就只割到年底了 明白吗?明白 神像下面不可以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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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坛下面做些水就不行 好,再来 推财治愈事项 这个要学一学 屋宅的财位固定了之后 如果遇到不利的时候怎么办呢? 神像无所谓的 所以一定要学法术就是这样 法术就是,你只要摆对位 我又不理你流年是否一样有用 但是如果不是摆神像是摆了其他推财的东西 五黄飞到今年就麻烦了 今年五黄和财位在一起怎么办呢? 五黄飞入财位 植物用鱼缸植物吹菜的话 会起反效果的 会导致更多破财 不要以为财位 找到财位又万事大吉 五黄飞到 就是怕五黄 因为说是五黄 但是呢 如果五黄飞到有梭化空调电风线的地方 就告诉大家 今年都找不到什么钱的了 因为财位有财位 财位非五黄 要是找不到钱 要是又破财 但是如果你是 功臣坛的话 功臣仗话就没事了 什么都不怕 年年都黄 年年都黄 首财就可以了 不利是以前有波动的鱼缸 变为正子 你以前是用鱼缸来吹菜的 今年就不要泵水了 或者将鱼缸不要了 或者将鱼缸不要了 其他什么植物 搬走它 不要放在这里 就是这个意思了 榴莲不利的一样 如果是太岁到了财位 都是要守财为主 太岁飞到财位 要守财为主 但是就不会破财的 是五黄飞到财位 再加上你在这里吹财 是五黄飞到财位 再加上你在这里吹财 才会破财 其他人是不会破财的 太岁到了财位 以守财为主 请记住 今年榴莲飞升 三五測飞渡都没有 三飞渡有可能为了 钱、银方面 和人家有官非 要打官司 五黄飞到财位 就是实破财了 七戚飞到财位 因什么破财呢 被人偷东西 被人骗 小心合同 工商 交通事故 这些破财 而黑飞到财位 因为身体不好而破财 今年 五虎杀 五虎杀 这个最厉害的了 五虎杀到财位 这里 还有两页 五虎杀到财位 这个要计一计 五黄大家都懂得计数 五黄飞到财位 大家都懂得计数 太岁三五七度 大家都懂计数 但是五虎杀到财位 更加多问题 你等同于五黄 破坏的效果等同于五黄 所以我们这堂课的重点 要学习五虎杀 如何去计数 这个五虎杀 如何去计数 我们计数 我们计数 五虎杀的方法是 用五虎杀 及合法五行 甲己合土 叶根合金 丙生合水 丁任合墨 寡出之身合法 寡出之身合法 火之五行的天罡 寡出当年的年天罡 五合之五行属性 寡出当年的年天罡 五合之五行属性 是任人月 就是这样 通过天罡五合 任丁合墨 今年是任人年 任任丁合墨 那什么生墨 水生墨 就是任水生墨 第一个月就是任人月 送阳天罡起局 配合十二地支 中人为起点 迅数到无己大杀的地支位 即五虎杀坊 有几个例子 比如说 无葵合火 五行为火 无虚连 无虚连 无葵合火 五行为火 即第一个月是甲人月 第一个月是甲人月 从地支人起甲 叶某丙辰 到无己 来看看 无虚连 写数 无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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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为火,什么是三火呢?甲木三火 甲木三火,即人这里是甲人 甲在这里,再起十天罡 在十二地之起十天罡,甲叶丁无己 那无苏联的无己,五虎杀在哪? 甲re主义神私 甲re主义神剑 甲re主义神 甲re主义真的西方 今年的五虎杀所在,无数年五虎杀所在,丁有年一样,丁有,丁有,丁,任丁合目, 什么生目?水生目,第一个月是任人穴,任葵,甲,叶,丙,丁,无,己,丁有年, 他的五虎杀是新位和有位,顺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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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道理,今年呢? 丁的例子,今年呢?今年是任人年,任和丁是合目的, 什么去生目?任水去生目,第一个月是任人穴, 这个五虎杀里面的一些东西,五虎杀里面的任人穴, 任人穴,好,任人穴,我们就开始写了, 任人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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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人穴, 五虎杀都是新位和有位 如果你的财位是新位和有位 今年就会破大财 这是五虎杀的计法 五虎杀计法有没有问题? 这是找今年位置 是吗? 是的 需要找吗? 大概都知道 明年葵卖年 冒葵是合复的 什么生虎? 甲木生虎 到冒葵年 甲木生虎 甲人 第一个月甲人 在这里 叶卯 甲叶 丁 毛己 明年 五虎 五虎 是五虎杀 在这里 又到了2024年 甲神年 甲己 是合肚的 什么会生肚? 丙火生肚 可以 就是第一个月 丙人 在这里 丙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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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虎杀 在这里 神和自 这样去找 好吗? 就这样找 找到之后 是不是又是那两个位置要避 是这样的意思 你没得避的 你的财位就在这里怎么避 因为你的财位刚刚在五这里 或者是微这里有得避 或者刚刚在新这里 那几年就没得避 十年有两年是没得避 有没有发觉 丁有年是否在这里 任什么年是否在这里 就是每十年 其中两年 你这个位置都会有五苦杀在这里 那怎么办呢? 不搞,等他静静的 不要吹他呢? 要不搞呢? 一样 五苦杀等同于 五王 来看 五王 如果五王飞到这里 这些植物 就搬走去 鱼缸去搬就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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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搞呢? 不要浸水 明白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什么是 梳化催财的,空调催财的 神位催财的就没问题 就是怕是用植物催财 用鱼缸催财 那就麻烦了 最好搬走去 不要了 而且呢 你就算不要 其实都告诉你 五王到财位 或者 无几 五苦杀到财位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今年要守财 不要有重大的投资 不要有大消费 不要有大消费 但转行业 转自己公司的经营项目 不要借钱给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吗? 这堂伙计教你们什么呢? 第一个是找财位 找财位是三合一是最好的 三合一是最好的 三合一是最好的 二合一是最好的 如果是三选一 第二个呢 找到财位呢 不要漏气 第三个呢 吹财 如何去吹? 用鱼缸 风扇 植物 神像 如何去吹? 吹完之后呢 要注意 留年不利的时候 有五黄道 有五虎杀道 有太岁道 这些道 要小心一点 特别是五黄道和五虎杀道 十年肯定有三年的 所以你们懂得这招之后呢 五虎杀 十年又有两年 会有的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肯定是十年有一次的了 有可能你十年当中有三年 是要小心的 是要守财的 但是呢 你不懂得这个方法呢 你往往我年年都这么拼命 年年都这么多投入 那可能呢 前面那七年 找到的钱呢 就这三年就 搞了你 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早几年飞煌腾达 松无松逆 依颜扮 扮烧 但是呢 你不知道 流年不利的时候 你还是这样 这么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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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两三年 就全部搞了你了 以前找多少 全部虚了 还要背一身债 短短三年时间 往往就是这样 很多人就是这样 所以是这招 所以是五黄道 所以是五虎杀道 你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搞到呢 搞到呢 这么大 搞到呢 这么大 就是这么意思了 搞到呢 这么大 就是这么意思了 搞到呢 这么大 就是这么意思了 好 呃 呃 其他的 哦 单面墙 找 找财位 这个怎么理解呢 单面墙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些是你自己开的 汽收厂啊 或者厂房之类的东西呢 本来家里呢 就有 一间屋呢 就有四面墙的嘛 单面墙的意思呢 你这些墙 这些墙 全部都是卷杂门来的 卷杂门来的 一番弓 全部打开的 就是这一幅墙 是实体墙 就是这一幅墙 是实体墙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怎么去找财位呢 你用刚才那几招例 找财位就没用了 用这几招例 找财位就没用了 都用不上了 什么八宅 元凶 羊宅生气 生十五气 都没用了 这是很极端的特殊的情况 这里全部开卷杂门的 拉完卷杂门的 一上班 全部打开的 就只有这幅墙 只有这幅墙 是墙 只有这幅墙 是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以这幅墙为座山 我们找出其的座向 以这幅墙为座山 我们找出其的座向 那座山是什么呢 就查找座山的立甲 比如说座山是座甲向庚的 座甲向庚的 座甲向庚的 座甲向庚在哪里 在这里 座甲向庚在这里 是怎样找出财位 如何找出财位 座甲向庚 座甲是否立甲 所以在权位和甲位都可以作为一个财位 造甲向庚是这样 如果不是造甲向庚,是造葵向丁 造生是不是葵?葵在哪里?葵在这里 在近位或丁位,可以作为一个财位来用 那这个是造丑向味呢? 造丑向味的造生是丑,丑在哪里?自有丑丁 在这个立甲,那我的财位放在哪里? 根据座山的立甲 根据座山的立甲 你把财位放在黑体字 大的这些地方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问题? 有啊,老师 你那里写说是一边墙 如果是习角墙,即是两幅墙 两幅墙 两幅墙还算是太极 两幅墙其实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开两个门口 就等于开这两个门口 这个时候你要自己想的 究竟这个门口来的客多呢? 还是这个门口来的客多呢? 又或者这个门口来的客多呢? 还是这个门口来的客多呢? 还是这个门口来的客多呢? 再根据,如果是这个门口来的客多 那就是这样的做向 如果这个门口来的客多 就是这样的做向 好吗? 好,如果它是三面墙 前面那里拉闸 都是当我们普通那样 用回刚才那三招 还是要用这招 是,用刚才那三招 还是只有一面是单体长的 实体长的 才用这招 最后这招 这是最后一招了 如果整个前面 整个蓝 信 和坤位 都是拉闸 那我当这个门口 是南 信 还是坤 我都是说的嘛 你看看这个门口 哪个门口来的客多 不是,它一个门 就是三面是墙 前面是拉闸 它前面是骑三个弓 那我当是哪个弓 哦,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开的 是 是 当开中门 是 当开中门 全部当开中门 OK 当然你还要看的 如果站在这里 衰衰隔 放了个柜台 在这里 是不是有人衰衰隔 放个柜台 在这里 有人走来这里 就当这里了 我明白 那些人在那里出入 就是那里 是 是 好,明解 好,说到这里了 今天就累了 真是累了 那个扎也 搞得我好大精力 你每次都用了精力在上面那一堂 我们就 弃我们 一样的嘛 我堂堂都用精力的 每一堂课我都用心理的 好 只不过你们 学风水的同学是聪明一点的 哈哈 下话 是啊 OK 多谢老师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各位同学 有没有问题啊 说到这里 没有问题 谢谢